今天來教大家這款永不退流行的千鳥格彩繪 首先要準備的是膠帶長條的這一種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文具店買這種所謂的銀線去下去做操作 那建議大家在裁切這種小膠帶的時候 你可以重複的先貼上很多層 然後再依序一條一條的去割 這樣的話做出來的膠帶比較規則 接著教大家怎麼操作囉 首先我們先擦一層白色指甲油 第一步驟就是非常簡單 就這樣完成 第二步驟呢就是等底色完全乾了之後 我們依序把膠帶的部分黏貼上去 那黏貼的位置呢就是待會會留白的部分 那我建議的位置啊是直的兩條 橫的部分呢三條左右 可以自己去規劃你的千鳥格要的大或小 知道 那接著我們來黏貼橫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黏貼橫的部分 橫的部分呢我們黏貼的位置 就是上頭要空出有方形格的地方 也就是待會會畫黑色的部分 三條左右 切記 切記 紮帶的黏貼部分呢要黏緊 以免待會塗抹黑色指甲油 會汙染到白色底的部分 黏貼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塗抹上黑色指甲油 把留白的部分 把留白的部分 整個圖上 直接彩繪的方式也可以 但相對啊 格子的部分分佈的比較不均勻 塗完之後 我們直接把膠帶從頭開始撕 切記剛剛黏貼的位置順序 那我們倒過來 那撕的話也要很小心 切記順序是顛倒過來的喔 這樣 撕完之後啊就出現小方格的部分 那接著 黑色線條的部分啊 我們可以純粹用黑色的指甲油 那利用彩繪筆筆或者是牙籤去做勾拉 但是相對的我個人呢 有個小技巧 用眼線液 眼線液的部分啊 筆頭是細的 做出來的效果不錯喔 首先呢我們先在方形區塊的一個頂點 選擇一個頂點之後 我們畫出兩條線 兩條線 那我們呢 把它畫一個三角形 範圍不用太大 大概是方形的一半左右 拉出三角形 再看一次喔 選擇一個頂點 我們先拉出兩條線 拉出來的線之後 我們再連接成三角形的部分 這樣就完成 依序的把所有的方塊 都做出這樣的小翅膀 那眼線液的部分啊 飽和度夠 那在操作上啊 其實省很多的不方便 切記 拉出小翅膀 拉出小翅膀 然後 相對的 都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啊 它就長了翅膀 那千六個部分呢 後面有一段尾巴 細小的部分 再一點點的下面這裡 兩邊拉出小翅膀 一撇就行了 左右更一撇 再看一次喔 左右更一撇 相對的 要連接到點的部分 那小的千鳥格啊 看上去就比較秀氣一點 大的千鳥格看上去就有點 粗曠 比較沒那麼細緻 一樣都把尾巴給拉出來 這樣千鳥格就完成了 好 再快速的 操作一次喔 選擇一個定點 拉出兩條線 之後呢 我們再做個三角形區塊 每一個方格都這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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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三角形 相對的 相對的 拉出來 拉出來 兩個三角形的區塊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部分呢 再兩個頂點 個別拉出 三角形的頂點的區塊在這裡 另外的兩邊 拉出他的翅膀 一條線就可以了喔 一條線就可以了喔 一樣一條線 這邊 它一樣 我們也要把它 補一槓上去 這樣才會整體 這才是完整千鳥格的操作 那不要想說 眼線液 塗抹上去不能抹亮油 一樣 我們再把亮油塗抹上去 輕輕的塗抹力道不要太重喔